冬天越来越冷了 然后我们现在最受欢迎的一个水果 就是我们的梨子了 非常多的人喜欢喝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 用橙子和梨子搭配的热水果茶 甜橙丘梨 这款饮品喝到心里暖乎乎的 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学起来 我们取一个雪克杯 在杯子里面放入橘橙汁30毫升 小调梨汤果酱15毫升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提前泡好的一个茉莉茶200毫升 都加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补上果糖20毫升 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热水到达600毫升 如果你要是做冰的 就加入冰块到600毫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以后 取个出品杯 在杯子里面可以放入一些切好的梨子丁 还有适量的一个新鲜橙子片 给它作为点缀 然后把我们做好的饮品倒入进去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700毫升的大杯甜橙丘凌就做好了 为什么我们做饮品的时候只做600毫升呢 因为我们这一杯放的水果装饰比较多 它也占空间 倒进去就正好700的 这款饮品 我的建议成本大概是在4块多的一个成本价 然后卖价 大家可以卖个14块钱左右 会比较适合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的奶茶教学就到这里了 下节课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奶茶新品 大家多多关注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